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個計劃是開啟了一個說 我們去對一個極地的了解 然後一個資源的善的傳遞 透過聲音 影像 文字的方式 去感動更多的人 我希望可以在那邊看到 那個地方的自然環境 還有社會人文的部分 因為這個東西是 台灣大部分人都不熟悉的 當然我也非常不熟悉 但我希望可以把這個東西 用文字或影像保留下來 然後傳達給其他人看到 能夠去過一趟 然後親自去體驗當地的環境 或是與當地的人交流 那才算是認識 這個機會就會讓我很想要去 就是接觸到說 極地這麼遠的地方 我非常的不熟悉 本身比我更不了解的一定更多 所以我希望能夠藉由這個機會 讓大家能夠看看世界 那我希望如果我有辦法 把這些東西 用文字跟影像保留下來的話 應該可以豐富我們對於 這個世界的自然環境的理解 還有人跟自然關係的理解 因為我這次去極地的研究目的 是想要記錄一下極地的聲音 就是進行錄音研究工作 因為我本身做鳥類 然後鳥類牠們遷徙的話 極地對於這些部分 像水鳥牠們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繁殖地 所以我的想像的話呢 我希望可以看得到 我平常在台灣 就能夠看到的這些熟悉的物種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樣貌 在一個完全陌生的背景 透過他們的喜好 透過他們的專業 去探索這個未知的旅程 然後未知的境地 帶一些讓我們台灣人 可能可以看到不一樣的視野 我希望能夠讓他們知道說 這個地球好大 我們人可以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夢想 還有不同的地方 值得我們去探索 我們想要把這樣愛的精神跟資源的傳遞 透過這個計畫 透過極地 讓這件事情這樣子 一波一波的傳遞下去 或許我們在七地 還有環境教育的工作上 做得很扎實 所以其實讓地雅吉歐 還有其他的夥伴看到我們 然後也願意支持我們去做 我們在做的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這樣子不同專長 一起去到一個非常陌生的地方 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我們可以用我們各自擅長的方式 把那個地方記錄下來 不要害怕去完成自己的夢想 然後只要 就是能不能成功 或是能不能完成一件事情 最重要是自己的想法跟意志 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好像終於能夠就是慢慢地踏出一步 希望可以盡可能把我看到聽到的東西 都帶回來 我們首先強調一下 我們先去看 我們先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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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的事情 我們先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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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